有朋友问澳门概念 他说一个月前就买银行娱乐 27号,42元买的 他说现在加不加注好呢? 他说还是等他上回55元呢? 其实你愿意去买 已经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就是现在被你博取当然是开心了 但是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没理由这样去博取 你纯粹就是在博取内地的政策老师 所以你问我会不会加注 现在升回被你博取到第一次 你当然是开心了 但是问题就是这一刻 是否有消息可以确认 新的博取法一定没有负面影响 之前说的那些negative impact 是不是完全消除了呢? 不是的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加注 然后一些负面消息出到来 你这一刻搜到 你人家在搜可能还可以 最多打回形走的 你一加注之后 就分分钟变赢变输了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值得这么高风险 就是有没有需要这么进取去博取 无谓的 那升回你博取了 我们成功的就恭喜你了 我觉得暂时来讲 看着算了 你看看譬如银鱼为例 那个列后都未修补到 是 原因就是因为说 未肯定 究竟那些赌牌 那些新政策有什么影响在 是不是等于没有事发生过 不是的 那你可以当然冲击 因为最后去见一场 是 这一刻有条件的 但是 你有货博取了的 就是可以这么拯 我们觉得 我主流建议就是说 维持一个观望态 是 因为我真的不敢肯定 那些高层究竟在想什么 是 所以暂时来讲 银鱼这些有货 低位持住了 之前这么大胆 高人胆大薄了 最多是磁形保态 甚至你问我的话 我会建议吃半楼盘 令你整体的成本 再减低一点 起码你有得手 但是你如果就是 譬如只是买了一手 都四万多元 一手或者两手的话 你不想的 最多我觉得你耗住 那你再加住 我觉得还未去到这么积极的 嗯